我们正在为草削雏鸟 搭建零食性的草乡 因为在未来 它们会被以渐进式野放的方式 帮助它们慢慢地回归野外 草削主要栖息在草地农田 沼泽开阔的草原这种环境 它们通常在低矮的植物 树下或地面上煮草 在这个草乡里 我们将放养六只来自不同窝的雏鸟 而它们将在这里生活两个月左右时间 直到学会飞行与适应周遭环境 慢慢地离开 草乡在这院子角落里 有高墙的保护 可以提供它们一个安全 又能避免流浪猫 狗或其他动物干扰 或伤害的成长环境 由于不同日龄 所以体型差距很大 我们每一只在投胃的时候都要环保 而且营养也必须要到位 守护 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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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争取都能快快乐乐地成长 然后一支支顺顺利利地给我滚蛋